做了很多的动作 譬如说这次民进党 大幅度的利用了 网络的这个政治动员力量 他们用MSN 用铺浪用网制 然后在这个上面的 大量的强力的传送各种讯息 他们所传送的传送的讯息 包括给台湾一个机会 给云林一个机会 他们强调说926 建国需要你这一票 那么而且由主席蔡英文 亲自署名啊 蔡英文这个亲自署名 传送简讯给大量的网民 他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 能够动员已经对绿营 有一点失望的浅绿的选民 还有年轻的这一些浅绿的选民 希望他们能够重新燃起 他们的热情 再度走出来 为民进党投下一票 连民进党以前的党主席 这个大佬林毅雄 这一次都难得再度出三 亲自到了选区 为他们的刘建国去加油 还为他鼓励打气 除此之外 民进党还把他的县市 跟劳工党部的主委 全部集合在一起 25个主委 移私到云林去开会 到云林党部 去为刘建国加油 为他打气 所以民进党这一次呢 他可以说是卯足了权力 除此之外 民进党还动用了在台湾 享有很高声望的 网路上很有名的医生 叫做比利潘 他的名字叫潘建智医师 其实他原来也不见得是 一个参与政治的人物 但是这一次在网路上 享有盛名的这个比利潘呢 他也出面了来号召选民 为民进党投下这一票 所以讲穿了 民进党这一次 可以说是动用了 所有他们可以动用的力量 那么对蔡英文来讲 对蔡英文来讲 他全力督军 当然一方面是为了民进党 二方面也是为了蔡英文自己 因为如果蔡英文输掉 这场选战的话呢 蔡英文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那在本周末 云林立委的补选 结果呢就要出炉了 两位怎么来看 就是这个结果 对台湾年底县市场选举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这边也是稍微做一个分析 那两个选举嘛 选举他就是不是输就是赢 所以我先来谈 如果说这一次 在云林县的补选 张耿辉落败 没有选上 对国民党的一个影响 第一个大重点就是 马政府的威信 他会减弱 那第二点的部分 会造成的影响 就是在于 地方派系的威胁与反扑 因为不是只有 这一场输了而已 那在花莲县 因为花莲县 目前也是摆不平啊 虽然花莲县的提名 候选人已经出来是杜立华 但是谢生山一直支持他的副市长张志明 以及还有那边的一个立委 傅昆琦 都是都是非常的强劲的一个对手 所以花莲县 如果说我们这张耿辉 张耿辉这个立委 都不